这个少年太牛了 竟然能徒手接触子弹 他是地表最强的高中生 年仅17岁 就身高1米95 一套欧拉欧拉纯 打遍天下无敌手 1987年12月的某天 他一个人揍翻了300名混混 被关进拘留所 然后就赖着不出来 非说自己被恶灵缠身 出去的话肯定祸害人间 然而警察根本不信 认定他是想留下来 天吃便喝的 母亲来探视他 他激动的笑形大翻 紧接着少年掏出一瓶饮料 蹲蹲蹲喝下去 甚至还看起漫画书 听起收音机 警察一脸懵圈 一冲哪里弄的 少年表示恶灵帮我拿进来的 见警察还不信 少年走到他们面前 刚开起手一条幽灵之壁 竟然夺下警察的背枪 交到少年手里 下一秒他就把枪口对准太阳穴 哼哩声 幽灵之壁居然接住了子弹 就这一枪 他从6A调成了5A 警察傻眼了 母亲吓住了 赶紧叫父亲 从美国飞回日本 舅舅子的儿子 空调陈太郎 女人的父亲 正是第二代娇娇 二乔 他在第二部里 战胜朱之南后 移居到了美国 如今已经68岁 娇娇的称号 便由外孙 空调成太郎 继承 二乔赶来拘留所 娇娇又激动得大发孝心 快滚 我可没有叫你来 随后 他就卸下二乔的一只手指头 作为恶灵的警告 二乔大为浸精 隔这么远 竟然没察觉到 娇娇的恶灵果然强大 不过呢 二乔不怕 因为他还带了个帮手 阿布德尔 阿布德尔 是来自埃及的占卜师 他同样有恶灵附身 二乔让他把娇灵揪出来 阿布德尔直接召唤恶灵 红色的出尸 只见他咬头人身 肌肉发达 擅长控制火炎 阿布德尔一招火之加索 用火锁住娇灵的关节 将他钉在墙上 拘留所的温度 瞬间直逼50度 就在这时 娇灵召售恶灵 瞬间摆住了火之加索 二乔顿时眼前一惊 这股力量相当强大 恶灵招索猴 掐住魔术师的脖子 阿布德尔立刻呼吸不顺 惊得满头是汗 他赶紧使出一招 试验方程 逼到火焰眩流 顿时控制了焦焦 他的呼吸受到热量的影响 恶灵之力顿时大股下滑 根本争夺不了 这时 二乔道出真相 恶灵是以精神能量 凝聚而成的幻想 拥有普通人无法媲美的力量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他的真实名字叫做替身 忽然 焦焦一脚破坏掉魔洞 剩几个水花 顿时浇灭了水火火焰 成功摆脱控制 焦焦的替身 让手扎的铁栏杆 持近一败 竟然打住了大窝窿 替身超级跌管 要对阿布德尔吓死手 关键时刻 阿布德尔还转身走掉 顿仔强焦表示 我已经把焦焦揪了出来 剩下的事不归我管 焦焦停止了攻击 既然被逼出牢房 那就跟随姥爷走吧 众人回到咖啡馆 母亲抱住焦焦不撒手 焦焦这个大小子 有孝心大烦 反讨论你这娘们儿 二乔火冒三丈 竟然叫自己的母亲 叫娘们儿 你这什么素质 焦焦话锋一转 老爷啊 替身事咋回事呢 二乔掏出一堆照片 上面是艘邮轮 以及一具铁棺 四年前 又是在1983年 有人在大西洋的非洲沿岸 发现一艘怪船 船上空母一人 却还摆着热气等等的食物 此外 还有一具被打开的铁棺 里面空空如也 乔针上面 刻着三个大字 D.I.O 二乔对侧 乔上这帮人 打捞起铁棺后 趁着夜色直接开关 然后酿成了大祸 因为铁棺里装着的 是焦焦家族的死对头 迪奥 不过这帮人 要是白天开关 迪奥指不定就真凉凉了 迪奥复活后 二乔跟焦焦 便突然拥有了替身 二乔的提升是赢者之子 手上能变出紫金结 可以将远处的影像 印在相机的胶片上 只是 自此出 就得砸费一台三万美元的相机 二乔这次印出来的胶片上 竟然印着迪奥 他的脖子后面 有个辛勤印记 这个印记 只有焦焦家族的人才会有 二乔断定 百年以前 大乔抱着迪奥的头 同归于尽 迪奥非但没挂 反而把头安在大乔身上 靠着大乔体内 仅存的一丝薄纹 侥幸存活下来 重见天人之后 这才激发了二乔跟焦焦的提升 焦焦深感震撼 居然敢欺负我老祖宗 我非得揍扁你 迪奥 同一时刻 成功复活的迪奥 忽然感觉 有股良意专有心底 迪奥丝毫不慌 我早已做好了准备 焦焦逐渐接受了提升的存在 然而 女同学的爱慕之情 让她心烦意乱 翠花见到她就上手 春花立刻急走 让人立马护怼了起来 焦焦转身走下时踢 忽然 她的腿被撕开一个口子 好在利用替身 抓住了树枝 才没有滚下去 就在这时 出现了一个红发男 走路横尸妖娆 她递给焦焦 一块手巾擦伤口 红发男子正是 花景院点名 昨天才刚转节过来 焦焦举到笑衣 爆炸伤口 上一秒 美女笑衣还很正常 下一秒 她就突然变得癫狂起来 提起钢笔 瞬间起到路人的右眼球 焦焦瞬间愣住 忽然发现 有条蛇状的东西 正往笑衣 群体里钻 紧接着 她就发现 手机长剑还有字 空调 陈太郎 我会在今天内干掉你 花景院点名流 笑衣又拿钢笔 刺上了焦焦 焦焦赶忙伸手挡住 然而钢笔呢 迎刺入脸颊 笑衣的力量 居然比焦焦还要强 忽然 花景院先生 她手里提着一个人偶 竟然通过人偶控制笑衣 刚才焦焦腿受伤 就是她在远处 偷偷画下焦焦的像 然后破坏画像 焦焦便受到同等伤害 此刻 花景院控制笑衣 猛然不向焦焦 焦焦焦奋力抵抗 忽然发现 笑衣嘴里藏有怪物 焦焦立刻牺牲自己 吻了上拳 花景院一惊 你小子干嘛呢 就见焦焦 照出替身 一把揪出了怪物 竟然是个绿色的傀儡 正是花景院的替身 法皇之律 依附到人体内 可以操控一切行动 花景院指出一招 绿色宝石飞剑 坚硬无比的绿色宝石 急速弹出 直接击飞焦焦的替身 焦焦焦喷出一口番茄汁 肿摔在地上 此时 笑衣也不幸身亡 焦焦彻彻底被激怒 然后就起身 发表了黄金精神 我空调陈太郎 被试人制为不良兆年 被我吹进医院的 现在还没出院 被我轮飞的老师 现在不敢回学校 尽管我有吃回吃霸王餐 但那是因为 味道不值这个价钱 尽管如此 我依然是个 秉承正义的好孩子 绝不容忍 你这种人渣存活于事 何况还动手打女人 等死八年 花景院 花音刚落 焦焦就被法皇 捕花大绑 花景院趁机再度放出 绿宝之飞剑 紧急关头 焦焦焦出替身 直接正面残杯所有攻击 接着一记夺命手 掐住了法皇 打出了一套欧拉欧拉连击拳 花景院顿时番茄质飞剑 替身一记重拳锤炼 轮出欧拉欧拉暴击拳 法皇脑发自知嗡嗡响 随后再次一记冲天拳 法皇被轮上天 花景院曾遭百分之百暴击 一头倒在地上 当场不省人事 焦焦将它扛回家里 二乔突然发现 花景院的脑门中间 竟然有个肉瘤 这个肉瘤 只有一个人能做出来 那就是迪奥 肉瘤上的肉眼 能似乎打到深处 控制人的行动 花景院不知出自于什么原因 被迪奥控制住 前来刺杀焦焦 四个月前 某个深夜 阿卜德尔 曾在埃及开罗 遭遇迪奥 迪奥直接向他射出了肉瘤毒针 多亏阿卜德尔跑得够快 才没有被迪奥控制 眼下花景院凶多吉少 焦焦肉瘤替身 直接粘住肉瘤 刹难间肉瘤的触脚 直接刺悟焦脚体内 然而焦脚冷静的可怕 正在稳稳发力揪出肉瘤 触脚警刺悟他大脑 下一刻 替身喊然拔出肉瘤 接着扯出所有的触脚 瞬间把肉瘤消灭掉 花景院很是感激 决定任焦脚当兄弟 他之前 在埃及的开罗旅游 一个不小心 被迪奥的肉瘤控制住 然后就被派来自家焦脚 第二天 焦脚去上学 突然发现 母亲们来送自己 以往母亲会来叮嘱一番 今天却没有 这是咋回事 焦脚立刻带上二桥 去找母亲 这才发现 母亲高烧晕倒在地 背后竟然出现了替身 焦脚赶紧将母亲 一去卧室休闲 阿卜德尔判断 焦脚母亲 最多能再挣50天 50天后 他就是扛不下去了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干掉迪奥 斩端跟替身的所有连接 众人整理情报 阿卜德尔跟花景院 都在埃及的开罗 遭遇迪奥 那迪奥大概率就在开罗 二桥请了SPW裁断的医生 全天后看护女儿 阿卜德尔让焦脚抽张塔罗牌 决定他替身的名字 焦脚抽到了新牌 替身正式取名 白金之星 最后 斯大主力几切 焦脚猛男团正式成立 正是金兴海吉的开罗 这一路上 焦脚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我们下次接着说 本篇是焦脚的奇葬冒险 第三步 第一到第三集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 初代焦脚 还有二代焦脚 还有现在的三代焦脚 哪个最帅呢 选大桥的扣三个一 选二桥的扣三个二 选三桥的扣三个三 好了 本期都要找着了 大家记得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